以大利的新闻网继续来看初二习俗是回娘家的日子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天到中部去发红包 受到民众热情的欢迎 现场为了抢红包 甚至一度还爆发了推起冲突 在台中地区这样的超人气 也让蔡英文相当的开心 她当场感谢民众 说希望让民进党在五都选举 在大台中差点这个翻盘的机会 下一次就能够真的有这样的机会翻盘 真的是挤爆了 一堆手身往前都要抢蔡英文的红包 右退又挤 还有人帽子当场被挤掉 大年初二蔡英文来到中台湾大受欢迎 小英主席一开口特别要感谢乡亲 五都选举让民进党在台中拿下亮丽成绩 小英行程满党走透透锁定中台湾 一早从嘉义南投再到台中市区马步停蹄 2012总统大选决战中台湾 蔡英文台中试水温大受欢迎 吃下定心丸 三星文做不到 政治明星向民众拜年 也不只是发红包而已哦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这次过年除了准备两万个议员红包给民众之外 也特地录了两段贺岁广播来向民众拜年 其中一段已经先po上脸书了 而还没有曝光的另一段 我们先带您抢先看 点进苏贞昌脸书 上头不止po了这几天的拜年行程 仔细瞧 网页上还有苏贞昌自行录制的贺岁短片 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苏贞昌 祝福大家兔年扬眉吐气 世事欢喜 好运气 超越不如意 今年超越去年 但是体重千万不要超越哦 首领拿着一叠红包和太太一起连面 向观众拜年还提醒民众 过年体重可千万别超越 真的是有够贴心 过两天还有另一段开工贺岁片即将上映 而三立新闻也独家带大家抢先看 过两天就要开工了 各位朋友 不贪欧嘴啦 调整心情 超越自己 祝福大家今年超越去年 好运气 超越不如意 苏贞昌 给你做的 穹穹穹 要开工 不要欧嘴 穹穹穹帮你打打气 这可是苏贞昌的超越团队 独门创意 那我也看到大家都希望越来越好 所以越来越超越 因此用这样 也是回应大家的心期待 也是祝福所有的人 一步一脚印 苏贞昌用自己的方式 和支持者刮钢警 三立新闻 黄启超串 若林彦佑台北报道 苏贞昌今天是到板桥跑行程